詞曲 李宗盛 每次聽到你 總是大风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你在飘渺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唱歌一曲 这就是房者的内奸 就是隐藏在大军中的内奸 末将万万也没有想到 跟随房将军十几年 他竟然会是 你背负之后的情形 又是怎么样的 我浑身傍负 跟随车队颠簸很长时间 穿过沙漠 你背负之后的情形 进入大山之中 月末在入夜时分 来到了荒山中的一座古堡 你也到过荒山古堡 正是 你继续说吧 到达古堡之后 他们押着我 去见一个打扮得怪模怪样的人 那个人问了我几句话 然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于是 但是我被三个人带到荒山之中 也是天不觉我 由于一路上的颠簸 绑绳已经松动 就在他们准备动手 除掉我的时候 末将挣脱绑腹 于他们展开肉搏 虽然身受重伤 却将那三个歹人杀死 我在黑夜中冒着大雨 拼命地奔跑 后来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这样 那房哲呢 之后你还见过房哲吗 再也没有见过 廖副将 你是否知道 房哲将军的祖籍是哪里 回大人 房将军就是梁州人士 哦 哦 是这样 好了廖副将 你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吧 我们以后再谈 是 小桃啊 你要好好照顾廖将军 嗯 一定 曾太 走吧 好 来 休息一下吧 恩师 看来房哲就是隐藏在解蕴大军之中的内奸 我们并没有冤枉的 而今廖副将醒来 述说了大漠结想的真情 这应该是最直接的举证了 嗯 好 你继续说吧 恩师 而今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 首先黑社预测到梁州将爆发大地洞 而就在此时他们得到了房哲的内报 朝廷将派其押运 激发戍边卫各军的五百万两响银 潜赴梁州 于是黑社逆魁经过精心策划 决定利用梁州大地洞 设定巧计解夺响银 第一步便是房哲利用解蕴大军主帅之便 将大军出发的时刻行走路线 甚至何时到达梁州大漠的准确时间 提供给黑社得知 而后王凯率黑社歹人按照房哲提供的时刻 在大漠之中提前埋伏 在接运大军极度缺水的情况下 他们乔装神职迷惑大军将毒药下在水中 而军中又有房哲作为内应 在黑社歹人出现之时不加防范 最终致令大军惨遭毒全部罹难 而后他们将响银转运到荒山古堡 由王强负责隐藏 然此事却被恩师提前阵支 回答梁州后 我们二探古堡敲山镇湖 最终是房哲和王氏兄弟露出了狐狸尾巴 惊慌之下他们连夜出城准备将响银转走 不想被我们跟踪追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看目前的状况 此案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 终于真相大白了 可大人 现在王氏兄弟和房哲逃走 该怎么办呢 如果事情真像曾太分析的那样 那么我可以肯定 这些人一定还会再出现 如果按照曾太的推断 王氏兄弟和房哲 就是策动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 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黑衣社的阴谋绝不禁止 截夺响银这么简单 那么一旦进行下一步计划 这三个核心人物是不是要出现呢 有道理 安氏 您在想什么 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 好 年日奔波你也辛苦了 快回去休息吧 好 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网道的入口 打开 您在这儿守着 许 过来 好 西门唐先生 好 二十三 上山 什么声音 不知道 走 去看 是窗户 没动静吗 是风吹开的吧 很可惜 数字幕志愿者 真 很那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正堂 王道的位置应该在后堂之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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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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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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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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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